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杂志来谈台湾的企业100强 那主要是因为等于是这一集天下杂志 他们独家所做的一个调查 他们发起这个调查去挖掘100家 营收卖向百亿的快速成长企业 然后找出他们的成功关键 因为在现在国内外局势非常的混乱 那么因为中英美贸易大战又这样子非常的令人难预料 不断有新的科技 新的消费习惯 新的新零售等等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 要竞争 要留住消费者 要找到自己的利基跟市场 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天下杂志这一期就来告诉大家 这些成功的100家企业 他们的秘密是什么 在线上接受我们访问的是天下杂志资深记者 康玉平 玉平好 金玉平好 好 所以你们要去找到这100家 然后去了解说他们的成功的秘密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庞大的工程吧 对 这一次确实是 因为这次的调查其实主要是由我们天下杂志 就是独家展开的一个调查 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其实我们是锁定就是去年营收 大概在1亿到100亿之间规模比较中小型的企业 那我们其实是看它从16年到18年的年营收复合成长率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天下杂志除了编辑部之外 我们的调查中心其实长期都在进行这样子的企业大调查 所以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资料来看说 那从16年到18年在这样子的企业中 谁的营收成长率最快 那谁又会是说市台湾未来推动产业发展 比较有可能的明日之星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次天下杂志所做的一个深度调查的对象 主要是针对16年到18年成长率最高的中小企业 对 的前100大就对了 对 所以是到底成长率是多高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借由这样子的资料 或是这样的条件去跑下来就发现 那其实蛮有趣的 光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100强里面 其实第一名它的16年到18年的复合成年 就是营收复合成长率可以高达就是百分之363.23 超过三倍啊 对 其实是一个还蛮惊人的数字 它等于说这16年到18年间 它的营收是翻了三倍的成长 所以最高的第一名的是翻了三倍 那第100名呢 最后一名的话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名要入榜的企业 其他的营收在这几年之间也成立 也成长了将近百分之25 就四分之一 对其实是四分之一 那也很高耶 对啊 所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如果说要上这100强的榜单的话 哦所以说你看最好可能会成长到三倍以上 然后你在前100强起码也有成长了四分之一 所以都是算是很高度的成长哦 哦所以 譬如说在你们调查当中翻倍的很多吧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哦 从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第一名的长华科技 它是一个就是做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的公司 它的年营收复合成长率是翻了三倍嘛 那其实我们看像说榜单上的前三名 比如说第二名是一家做制药的生技公司 叫宝瑞药业 它的成长率其实也是高达120% 也是翻倍成长 那像第三名的其实是一家大家应该比较耳熟 他其实补教业哦 就是卓越成功那他是成立数学这样子 他的营收其实也是翻了一倍的成长 三个很不一样耶 三个企业的形态都非常不同耶 那所以说好因为每个企业的这个形态 他所属的领域其实差别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们会找到他们个别的成功的秘密 跟譬如说100家共同的特色 因为其实我们藉由这样子量化的分析 去跑出这100强之后啊 我们就来看说到底为什么这100强会上榜 那就像您刚刚说的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趋势 或者哪些比较特殊的现象这样子 那包括其实我们先从这上榜的 假如说前十名当初我们就发现说 像刚刚提到的第一名的长华科技 或是第二名的我们刚刚说的 他的年营收在这几年内 其实也是翻倍成长的保瑞药业 或者是说刚刚提到的第三名的补教业卓越成功 以及其他在前十名上的企业 像有做工业电脑的诗心科技 或者是做汽车领组建的 有一间叫原创精密 其实在这前十名之后我们就发现 有七家他们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内 都有并购或者是对外做策略联盟 产业结盟的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趋势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刚刚组成提到 他其实是一个相对产业变化速度很快 然后外在局势竞争环境很激烈 很难以预测的这个环境下 台湾的这种中小型的企业 其实反而是很积极的向外走 开始跟一些可能是同业啊 或者是别的行业来进行并购 或者是产业结盟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有很多他之所以会高度成长的原因 是因为并购跟结盟的关系 所以说才会譬如说像第一名这个就是吗 对像第一名的长华科技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他就刚刚有提到说 他其实是做半导体产业 可是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他特别是半导体产业里面 大家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 他是在做封装里面的一个关键材料 叫做导线架 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导线架是什么 但他其实是我们的手机啊 或者是任何3C成品 或者是未来大家讲自驾车 车用电子里面 在IC晶片后端封装里面一个很重要 虽然不起眼 但很重要扮演导电功能的一个关键的领主线这样子 那这间公司很有趣是说 他其实是一家发自于高雄男子的公司 那他们的总公司现在也还是在高雄 那老板其实也是在半导体产业耕耘了二三十年 那他其实很厉害的地方是说 为什么他这次会成我们的第一名 主要是他在过去几年间 他以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 但他却有能力去并购日本的铸油集团 就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日本一个很大的商社叫铸油 他去并购铸油旗下的一间 跟他一样做半导体早见价的公司 那输购了这家公司在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跟台湾的工厂 那他等于在这三年内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并购 然后去取得海外工厂生产基地的资源 那也让他更重要的是打入像德州仪器 其实这样比较有代表性的 国际的半导体大厂 所以等于也是让这间原本在高雄的小公司 他借有这样子一个并购的动作 可以就是拿到进军世界舞台的门票 所以这个眼光很重要 然后要这个大胆的 然后有足够的这个冒险的精神 才能够让你的企业 就像您刚刚讲的 跨过一个很大的门槛 对 那么他的眼光很准 透过日本的这样一个公司 台湾的一个小公司去并购人家 然后就透过并购这个 让他的企业可以国际化 对 因为像就是长华科技的黄董事长也跟我们说 他其实觉得说 在这个比较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过去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我要开拓新市场 我可以靠我自己的业务团队 或靠我自己的人 那我的技术不足 我可以靠自己的研发 但他会觉得说 他这样的竞争速度其实远远比 不过他的竞争对手 他会选择说 我与其这样子慢慢的靠自己 从零开始我倒不如 如果我有能力跟条件的话 我倒不如去并购 其实体质好的公司 或者跟我条件状况适合的公司 藉由这样子比较快速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扩张 然后也因为这次的成功经验 其实他也跟我们说 因为他现在其实公司的体质还不错 手上有的现金也不少 所以他接下来也会考虑说 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我也可以有再一次的并购这样子 更加扩大 其实我们从那时候 80年代 日本经济实力非常快速成长 然后傲视全球的时候 还有这些年来 中国大陆的快速成长 你看到他们都会用并购这个方式 那时候日本不是全世界去收购了很多 在世界上知名的 甚至于代表那个国家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品牌的产业 日本全世界去做这个并购 然后还害了西方国家 美国觉得备受威胁 然后这些年来是换中国的企业 因为中国变得很有钱 快速成长 那他怎么样去吃掉人家的市场 刚刚讲到的 或者是说有更大的国际布局 那中国也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头 全世界去做很多的并购 所以这好像都是一个 不只是个别企业 我刚刚讲到像日本跟中国都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 他可能也是个别的日本的大企业 跟中国的大企业或国企 去做这些并购 然后引起全球的一种紧张 就觉得说哇塞 他们的经济实力跑来 把我们这个东西 譬如说好了 中国大陆去买了很多很重要的矿 等等的啦 这太多了 我觉得台湾那时候 70年代 80年代 经济快速崛起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当年没有 没有做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有时候你要透过并购 才有品牌 譬如说像郭董好了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郭台铭去买夏普 其实为了就 因为你要打造一个品牌太难了 那你去买一个并购一个 现成的品牌 我刚刚讲到的日本 就是一个当年啦 就是这样 你就去 你可以去买下一个 可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牌子 那这个对你的企业的成长来讲 很关键 这其实很重要 对 因为就像您刚刚提到说 的确啊 我们看到可能像这几年 中国大陆的企业 或者是之前日本 或是欧美的企业 他们其实是比较习惯 透过这样子并购的方式去扩张 那台湾企业的确在这部分 相对比较保守 那有可能是说 我们的企业组可能过去 大家会觉得说 我靠我自己的有机成长 我靠我自己的能耐 去向外打拼 其实就很足够了 可是其实也没有想到说 这几年整个环境速度变化那么快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中国崛起的这个因素 其实对我们很多台湾的 不管是大企业 或者是中小企业老板 也造成一个威胁 像我们这次其实有访问到 它是我们快速成长界100强 排行第七名的一家公司 它也蛮特别的 叫上福全球科技 那这家公司它其实做的是 大家可能平常上班 办公室里面 都会看到的事物影印机 或者是印表机里面的碳粉夹 那其实这个碳粉夹 做这个碳粉夹的老板 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之前也没有考虑过 要用并购的这个方式扩张 可是因为这几年他的中国 中国的竞争对手 实在是成长速度太快了 那如果他的对手不去做 如果他自己不做这样的并购 可是他的对手 其实也可能会采取这样的行为 所以反过来 透过这样的行为来 吃掉他的市场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也因为这个因素 才考虑说 是不是可能要到美国 去往下游布局买一家 同样是在他们这个领域 可是是做品牌 跟做突入的公司 然后让自己的会的能力 不是只有说 我继续做碳粉夹 而是我可以往下游 我可能也会 像刚刚主持人说了 我也有品牌的能力 我也有通路的能力 来帮助他跟中国的竞争对手 去做一个竞争 所以在我们线上 是天下杂志资深记者 康玉萍带来天下杂志 这一期他们所做的独家调查 16年到18年 台湾的企业里头 成长最快速的前100家 那其实还是以台湾 就是中小企业为主 所以这100家 其实也都是中小企业 刚刚讲到第一名的 其中一个很大特色 其实就是透过并购 使得他们快速的一个成长 那我看到你们的 这个访问里头 还有讲到 就是他其实本来 只是一个药房而已 对不对 其实只是一个药房 保锐药业 他其实只是一个药房 然后他慢慢的 也是透过并购的方式 变成是一个 能够变成是一个大的药厂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他是这次我们排行榜上 第二名的这家生技制药公司 叫保锐药业 那他的故事其实也很特别 因为这间公司 他其实在16到18年的 营收复合成长率 也是将近翻了超过一倍 而且他蛮有趣的是说 他其实是去年 我们的制药类股的获利王 他的EPS其实是 哇非常的高 其实是高达了16块 超过16块的 这样子一个水准 那这间公司 其实蛮厉害 是说他的董事长 他其实是一个 家里就是在过去 他的父亲 他就是做这样子的 一个医药代理 所以我们来进行说 他是一个药房小开 他爸爸其实就是成立 做西药代理商的一个 叫做何安行的 一个这样的事业 那这个 其实这个 这位盛宝希盛董事长 他其实很难得 就是说他并没有说 我留在家里 继续接我父亲的事业 他有一次就是选择自己的创业 所以他也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然后在35岁的时候 他就成立这家叫保瑞药业的公司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他厉害 是说他的雄心壮志 其实蛮强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虽然台湾的生技业 其实是很不错 很有国际竞争力跟水准 可是其实我们过去比较多 都是做可能学名料的代工 帮别的品牌做代工这样子 但是这个董事长其实就喊出一个目标 他说他的目标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做的药有多厉害 所以他也是透过一个 比如说并购日本的药厂 美国的药厂 甚至台湾他的同一的药厂 透过这样的方式 在五年内他其实买下了蛮多家的公司 然后从他的这个制药的行业 渐渐的去做一个横向的扩张 然后让他有了一个这样子就是比较大的制造 跟就是试载率之后 他其实接下来就可以渐渐朝他说 真的要让台湾的药 药上全世界的舞台这个目标去前进 其实台湾的医药水准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但是呢就像玉萍讲的 可是以前台湾都是代工嘛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 那我们的获利都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台湾这些年来 其实台湾制造的水准是很高的 所以包含药业 那这个他本来只是药房的第二代 但他并没有只是乖乖的继承 父亲的这个产业而已 他还把它扩大 而且他是像你说的 他是快速的并购 他不只是并购一家 他并购很多家 然后希望从这里面 打出台湾的这个名号出来 透过既有的国际的这些药厂 他们的通路市场或他们的品牌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台湾制造的厉害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确实是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在这一些就是进入我们一百层的中小界中 其实他们普遍蛮重要的一点是说 他们都透过这种 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并购啊 或者有一些他是透过跟同业的结盟的方式 其实都往比如说国际化 这个全球的市场去发展 那有一些他其实也渐渐跳脱自己的行业之外 去做一些不同行业的布局 所以我们都觉得 其实还蛮难得的 在这个相对可能景气并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产业的竞争的状况很激烈 然后又面临这种贸易战 比较不确定性的这个竞争条件的影响下 其实还是有一群 虽然是中小企业 但他们还蛮积极 透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找说 我到底可以怎么样快速成长 其实就是要勇敢的走出同温层 勇敢的走出 因为您刚刚讲到这些中小企业 他自己本身 譬如说他父亲 他自己本身其实有他自己成功的经验 那在台湾的中小企业呢 其实白手起家成长也很快速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安于他既有的成就 对不对 然后不一定敢不断的冒险 不断的二次三次的创业 所以你要勇敢的走出自己的同温层 可能跟现在的大环境竞争比较复杂 跟激烈也有关系 会激励你就是不能够安于现状 那么继续请教在我们现场的 在我们线上的天下杂志资深记者康玉平 那您刚刚讲到就说像这个是并购 并购是他直接买下来了 那恐怕更复杂的是你刚刚讲的策略联盟 因为如果结盟的话 就表示说你要跟不同的企业合作 对不对 那这个更复杂了 对因为确实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并购 它其实大部分的行为是说 可能我一家企业把另外一家公司买下来 所以它对当然并购的风险值也是蛮高的 它比较还是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是 可能原本是两家公司变成一家公司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另外一种扩张的方式 比如说像是刚刚我们有聊到像策略联盟这件事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第三名的卓越成功 它虽然过去是 就是大家都其实如果有小朋友 或者是自己小时候也不过喜 有听过它提就是神力数学 其实台湾蛮知名的一间就是大型的补教集团 那它是在过去神力数学 透过借口上市的一个方式把原本叫卓越成功 这一间就是老牌的光纤厂路组 然后等于这家公司现在它其实就是在经营补教事业 那那时候我们有去访问陈立友 就是这位补教民师 他其实也跟我们提到说 当然除了并购之外 其实他作为补习班这个行业 他也前进中国大陆发展 那和当地的一些补教事业的业者去进行联盟 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先往中国市场去做一个 他的补教事业海外的第一步呢 其实他是觉得说台湾的补教业的市场 已经在当地我们有了可能二三十年 甚至更久的一个很成熟的教学经验 只是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其实台湾的市场相对竞争可能比较激烈 也比较饱和 所以他会觉得其实刚好中国是一个 相对在这一块在教学的经验上 或者是各方面的技术成熟上 都还不足台湾 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成熟的经验带过去 那当地的业者其实有一些当地的通路资源 或者是当地的学生的资源 当地各方面 比如说是政府的资源也好 所以他藉由这样子的跟中国大陆的对手去做 也不是对手 应该算是同业 或者是补教相关行业 然后去做一个策略结盟 然后也把台湾的经验这样输出到中国去 那其实就发挥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原来是这样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今天在我们世界把抓连线的是 天下杂志的资深记者 康玉平 玉平跟我们带来天下杂志这一期封面故事 他们独家做的一个大规模调查 就是16年到18年之间 台湾成长最快速的100家企业 他们的秘密是什么 他们的成长快速的理由在哪里 那么台湾的中小企业为什么会这么的厉害 在这个变化多端 然后竞争激烈复杂的一个年代 这些企业如何能够杀出重为创造亮丽的奇迹 刚刚讲的第一名到第三名都是不同领域的 那么他们有一个特色 就是刚刚讲到的是大胆的去做并购 使得他们自己原有的市场也好 或者是通路也好品牌也好都能够跨出既有的规模 快速的成长 那么刚刚讲到大家熟悉的成立数学 那他们在之前这次也进榜了 那他们之前刚刚这个玉平跟我们提到 就是说他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的经验 那时候何家人没雨也很早就去中国大陆 对不对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小孩子教育是不惜重金的 而且他们的这种考试等等的都竞争很激烈 所以你可想而知学英文或学数学 绝对是大陆的首选 那大陆起码人口比我们多好多倍 台湾现在不只是刚刚讲到市场饱和 而且少子化也没有小朋友了 所以变得很自然的往大陆发展 那您刚刚提到说成立一开始策略 就说大陆这么大茫茫人海里头 你人生地不熟了怎么办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先找当地的业者合作就对了 对 其实像陈丽老师也跟我们提到说 当然他觉得中国市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可是毕竟你作为一个外来者 就是你是一个台湾的公司 你如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人或合设资源 用比较短的时间去达到你想要发展的目的 他觉得经由这样子的判断之后 可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一起去开拓这样的市场 毕竟你自己单打独斗 可能是来的比较有效的方式 尤其像刚刚主持人听到说 现在补教其实不管是我们说 台湾当然有台湾少子化的因素 可是比如说像大家现在在讲一些 新的教育趋势 尤其像这几年大家在强调那个steam教育 其实都对这些台湾的补教业者来说 不管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它都是一个蛮有潜力的一个发展商机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讲到像陈丽数学他们去到大陆的这种策略 可是其实真的你跟对方这个但要找对人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不然会更糟糕欸 那这也是眼光运气都有呢 不然的话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哦 如果合作的不愉快啊 我搞得鼻青脸肿欸 因为确实就像这次我们虽然主轴 刚刚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说 的确对台湾的这些我们上榜的快速成长一百强的企业来说 其实并购啊或者是策略联盟 确实是一个台湾企业开始会考虑的一个成长的策略 不过也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诶如何找对人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因为预言不熟就很惨哦 对对对 而且其实并购的尤其是并购啊 它的其实失败几率是蛮高的 是哦 有人做一些调查是说 其实平均大概三件并购案 只有一件会成功 这也让台湾的企业主来说 其实大家会比较害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布局 那我们也访问了一些 就是这些成功透过并购去做扩张的 我们这些上榜的企业 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的确大部分人都会说 其实事先的评估 或者是事先的查核的所需要时间是少不了的 功课一定要做到位 对 就是短则一年 甚至有些人他是会放长到两到三年 去观察说 这一个他考虑并购或考虑的合作对象 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潜力跟彼此的控调啊 或者是彼此对于企业发展的目标或是理念是不是契合 所以该怎么建立这种互信以及互利的关系 其实当然还是在这整个合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 那你刚刚讲成立是说他之前去大陆的时候 那他入榜的这一次是在台湾的不同的策略联盟还是并购 应该是说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以第三名上榜 卓越成功 卓越成功 对 他其实在中国大欧是透过我们刚刚提到跟当地的企业 做社会联盟的这样的方式去做张 不过因为他这次我们入榜当然是看他整个企业的应收 所以这也是包含他在中国的成长的部分 那在台湾的确我们也有访问他说 那在台湾市场你打算怎么样去做成长 那确实有他也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在台湾也已经跟一些 比如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英语的补习班的业者 或者是安心班的业者开始做一些联盟 因为成立的强项还是数学 对那他有可能是透过说我找英文强的业者来合作 那你可能你的学生到我这边来补数学 我的学生到你那边补英文 他们去做一个这样子 同样都是在补教业 可是有可能是不同科目啊 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一个这样子的合作 所以他在台湾其实也已经 透过类似的方式去做市场的布局 所以会教书跟会做生意是两回事 你补习补教很会教很会教 可是你不一定会懂得企业的经营 这就是另外一门很大的学问 所以你即便是已经是台湾这么多年的名师了 可是你的企业的扩张也好 你的继续的成长也好 这些都需要企业经营的头脑 这是另外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很大的领域 不是只是会教会教而已 那就对呀 其实你用到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 你的产品虽然做得很好 但是企业经营这种策略 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刚刚看到就是说呢 天下杂志这一期的你们的这个专业 专题报道里头呢 还有谈到除了这个刚刚讲的 还有刚刚讲的并购 还有策略联盟 基本上都还在同一个领域 甚至于你刚刚也有提到说 跨足新的领域 对 这就更冒险了不是吗 因为这是一个你完全陌生 跟不熟悉的地方 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的像成立数学 或者是我们第一名的长华科技 他们比较多还是透过这样子 并购或四位联盟的方式 还是在同一个领域 他只是可能跨足到别的市场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 其实我们发现 他是透过这样的并购 去做到跨领域跟跨行业 这其实的确是难度比较高 比如说其实在我们榜上前十名 有另外一家 他是工业电脑的公司 叫做世新科技 那这间公司其实也很厉害 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工业电脑 这个行业有一些了解的话 其实他们在过去几年 也出现了蛮多并购的现象 那这间公司 他其实是为了转型 他陆续在这几年买下了 美国啊德国的工业电脑的品牌 然后从他原本最早最早 是一家做博弈 就是大家知道 其实跟赌博相关的工业电脑 他是做那种吃饺子老虎机的 大家如果有玩过这样子的 算是有点算是博弈的游戏啦 他是做这样吃饺子老虎机器家的 他这几年对为了渐渐 朝比较高阶的工业电脑领域 去做布局 所以他也透过并购 然后跨到像国防啊 航太啊 这些其实跟原本他做的博弈 吃饺子老虎 很不一样的行业 然后也让他在16年到18年这几年 他的年营收复合成长率 其实也是将近翻倍的成长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蛮有趣 看到一间这样子原本是做 可能大家并不是觉得很主流 并不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这样子博弈产业的公司 他其实也透过并购 跨到了像国防 航太这种比较高阶的 工业电脑领域 那另外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可能他是做一个跨领域的 跨领域的一个发展 那像跨行业的 比如说 大家最近如果有注意 一些科技产业新闻 会知道说 其实又要到了 就是很多智慧型手机 品牌要发表新机的时候 像iPhone可能最近 又要发表他的新手机 那像我们在榜上第八名的 有一间公司叫神盾 他其实就是做这 跟智慧型手机相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零组件 就是指纹辨识的IC晶片 对 因为现在大家的手机 基本上都有指纹辨识的功能 所以他其实就是 借由就是 做这个指纹辨识的IC晶片 而整个快速成长 不过这家公司 他其实最早 完全不是做IC相关 他是做软体的 尤其是我们那种 防伪加密的软体 但他之后也是透过并购 才跨足这个IC产业 然后也因为 其实这几年 指纹辨识的整个 就是蓬勃发展 他其实是卡上了 这一波商机 所以才让他过去 这两三年的期间 营收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说 其实不只是跨市场 其实的确也有一些 中小企业 他其实是更积极 更勇敢的去想说 我有没有可能 透过这样子的并购 或者是策略联盟 来做到说 我是跨出自己的本业 往不同的行业 去做布局跟发展 而且你说他们还打进了 三星的供应链 最后 然后变成第二大指纹辨识 晶片业 它这是有点 后来居上 因为它 等于是说并不是 最早投入指纹辨识 这个市场 然后呢 它投入了之后 很快的 因为打进了三星供应链 就变成全球第二大 对 因为其实原本在指纹辨识 晶片的这个领域 基本上都是欧洲的业者 或者是 而且因为可能早期的时候 那个技术并没有很成熟 是 所以其实它并 就像刚刚您说 它其实并不是这个领域的 呃 原本并不是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 但它的确是透过 其实后来的 我们刚刚除了它 讲到的并购啊 以及它们本身 自身能力 研发能力的提升 其实让它打进了 这个三星的供应链之后 然后反而现在是在这个行业 取得一个 还蛮龙头的关键地位 这样子 那它们 那它们原本的本业 还有在做吗 软体 加密软体 它们其实现在还是有在 呃 这个部分还是有在进行 是 它确实就是那 那时候我们去访问它们的 访问这家公司 它们的主管 其实它们现在的主力 都还是放在 指纹辨识晶片这块上 尤其它们还蛮看好说 未来的手机 其实这还是一个 还蛮重要 要当你的手机结合支付功能 或是结合很多保密的功能的时候 其实这还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技术这样子 对啊 这个是非常有未来性的 因为未来的这种身份识别 还有安全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它做指纹辨识 以后 现在都已经到人脸辨识了 它会不会 以后应该不只指纹辨识了吧 对 但它确实就像您做的 其实之前iPhone 也有推人脸辨识 那之前也有新闻是说 其实今年的新的iPhone 很有可能又会把指纹辨识的功能 其实又会回来 所以辨识是说 可能辨识的生理 就是这种生物辨识的功能 有很多种 那就看消费者选择 好用不好用 其实最实用这样子 讲到这个 我都有点考虑 因为我只用过iPhone 所以我个人就是只用过iPhone 所以呢 我现在如果想换手机的话 因为iPhone现在变人脸辨识 对不对 我就有一点想 我就有一点想 不要用iPhone换成别家了 那如果你像说 iPhone现在要把那个指纹辨识弄回来 那我就要考虑了 因为这其实真的是一个习惯 跟好不好用的问题 对不对 这种消费者 因为确实人脸辨识 还是有一些 他不太方便的地方 很多盲点 对啊 然后这种 对不对 所以指纹辨识 他应该要两个兼有才对 不然的话 我就抛弃iPhone了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今天呢 在线上为大家访问的是 天下杂志的资深记者 康宇萍 带来天下杂志 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他们所做的独家调查 台湾在过去16年到18年 成长最快速的前100名 很厉害 第一名甚至于成长了超过三倍 那么这些企业家 他们如何能够透过精准的 这个眼光 然后呢 走出他的同温层 透过这种经营的策略 使得在这个复杂 诡决的竞争环境当中 一枝独秀 然后还能够创造如此的佳机 刚刚呢 在进广告之前呢 玉萍跟我们谈到的是 神盾这家公司 本来是做软体的转进 变成这个指纹辨识之后呢 很快速的又打进了 这个三星的供应链 成为世界第二强 所以这个其实 其实是很戏剧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看到你们的 神盾的报道里头 还讲到说15年 他们甚至于还打进了国际标准 制定组织的董事会里头 然后他就是制定这个 生物辨识技术的这些 等于是这个国际联盟 那么神盾是唯一的一个台湾厂商 所以他就很快速的变成在国际上 世界上面的知名的 有地位的一个品牌 那我看到你们的报道 就是说接下来 接下来神盾还要 是神盾吗 还要打进中国市场 对 其实就像您刚刚提到说 其实我们去访问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这位执行长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跟我们阐述说 其实当初他们就是为了 打进三星供应链 在13年14年的时候 其实包括他们的整个重要的 营运团队跟高层 他们真的是坐在三星会客室里面 就是逢人就递名片 完全是从一个陌生摆访开始 那虽然因为他们凭着技术实力 让三星 说服三星采用他们的这个指纹 便是晶片之后 那也迎来了这一 就是我们看到他这样子 这几年的营收爆发 可是面对下一次 下一个阶段的营收成长 其实就是神盾也跟我们说 其实接下来他们的主力市场 还是放在中国的智慧型手机品牌 包括大家现在其实也知道 像华为或者是OPPO Vivo 甚至小米 这样子其实是中国的智慧型手机品牌 不只在中国 其实在东南亚或者是在欧洲 也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对于神盾来说 当然三星是他现在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客户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户 可是那接下来呢 我下一波成长 也不能说只靠这个单英客户 所以他们现在蛮积极的是 去抢供所谓的中国智慧型手机品牌 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客户主角 刚刚跟你讲到说 我想要换iPhone 我就是有考虑那个小米或华为 我是不会考虑三星的 但是就也蛮有趣的 就想说其实这样的公司 他也觉得说 我当然靠三星成功 可是我其实现在 也要做一个分散风险的动作 所以他们也开始朝中国去做布局 就像刚刚这个玉萍跟我们大家在聊的 因为他做的是这个指纹辨识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在未来这个 完全就是一个行动化的 然后整个都是网路的这个世界 你的这个身份识别 对于你的资料安全来讲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那现在指纹辨识 人脸辨识 各种的辨识 可是还是逃不过骇客的这个手掌心 但是这中间又有牵涉到国际大品牌之间的竞争 比如说他帮三星 那就会有跟苹果竞争的问题 也谈到就说这中间的专利 那表示说这家 譬如说以神盾来讲 他们的研发能力要很强 然后还要不断的推陈初心 然后你现在得到三星的订单之后 那他这一定要保密啊 对不对 那三星的订单之后 他现在要去供大陆的这些 在市场上面表现这几年 非常亮眼的这些手机 那他也要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啊 因为有其他现在其实准备往中国市场去布局 那的确我们刚刚就提到说 这种专利的竞争 其实是这个IC产业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像他就是正要往中国市场 去做一个拓张的时候 他的竞争对手 其实就是拿专利这一点来指引他 就想说要透过这样子一个专利 侵权的高速啊 去做一个市场上的攻防 所以其实未来神盾要在中国市场 有进一步的开拓 其实也蛮有蛮多的挑战 需要去克服跟阴影的 但是我如果觉得说 我如果买个小米的手机 里面也有台湾制造的组件成分存在的话 我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那接下来呢 刚刚呢是在我们线上的玉品 跟我们介绍天下杂志的封面故事 快速成长的这些秘密 那你大家听他们这些实际的案例跟故事 你就知道就是说不能够 不能够安逸于满足于你现阶段的成就 你要不断的寻求创新 不断的寻求去跨足新的领域 新的市场新的通路 甚至于跟你原本完全不搭搭的 这些新的新的这个竞争里面 然后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但是他们却能够在这里头跨出 成功的跨出去之后呢 得到这个整个企业快速成长 那接下来继续请这个玉品 再跟我们提一些 这一百个故事真的很多 你们一集写不完吧 对啊因为我们的确就是像您说的 其实一百家真的很多 在有些时间内 这次是没有办法全部都采访完 不过之后我们也希望说 有机会把这次可能没有 没有时间去采访的企业补足 可是像这是我们采访的另外一家企业 有一间大家应该有听过 其实是蛮有趣的 它做的是美容媒体 我正在看就是佐登尼斯是不是 对对对 那它的16年到18年的年营收复合成长率 其实也是高达三成 那蛮有趣的是我们去访问了 他们的总经理 她其实也是他们家族企业的第二代 是一位女生就是陈总经理 对那他们的 其实快速成长的关键有点有趣 其实他们过去在中国大陆 都是透过加盟店的这种方式去做拓展 那因为这几年他们其实意识到说 我加盟店有很多加盟店管理的问题 加盟店不一定那么听总部的一个政策 反而会造成很多经营上的影响 总部品牌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其实过去这两年是做了一个 跟同业都不一样的决定 他反而是把就是两年内在中国 有超过一百家的这种加盟店 他把它转回直音店 那我们就很惊讶说 你转回直音店不是你投入的成本变多吗 这样真的划算吗 不过其实这位陈总经理 他就有算给我们听 确实他前期投入的经营成本 或者人事成本会比较高 可是也因为直音店 他其实可以更有效的掌握他的客户资料 因为过去加盟店的会员资料 其实都在加盟组手里 总部其实不一定会清楚掌握 那因为现在他们经营自己的直音店 他其实直接拥有了这些客户资料之后 他其实反而是可以很精准的 针对这些客户去做行销跟宣传 可能了解他们的需求 为什么他们没有再回来店里面消费 那我的美容媒体师 是要怎么样去再让我这些客户 再回来消费 这其实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借由直音店 然后去掌握客户的行为分析 然后再去做精准的行销 其实反而是让他们过去这几年的营收 是快速成长的 然后也有助于他们在中国 可以有一个更好 更一致的品牌形象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蛮有趣的 然后包括这样子的媒体业者 他其实是透过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重新打入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 然后让他有一个 比较新的成长的机会出现 所以你说他们因为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大大的转型 本来老二变成老大 对 其实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因为其实中国这几年的 关于这种美的商机 不管是美容媒体 甚至其实他们接下来也进军到伊美 因为伊美又是一个市场更大 然后大家更看好的一个新兴的产业 所以反而是借由这样的模式 让他看到说 其实中国的市场 其实还有更多的机会 是可以透过他们这样子的直音通路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品牌去做拓展 搞不好我们那个台湾的去大陆 做伊美竞争对手 会不会是韩国 有可能 对啊 所以韩国这个领路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 很强啊 然后韩国他们早就已经很厉害 他们早就已经锁定 中国大陆作为他们的市场 因为韩国市场不够大 但是韩国市场已经比台湾大很多了 但韩国还是觉得 他们自己市场不够大 一定要把中国大陆 变成他们的内地化 变成是他们的市场的延伸嘛 那所以就您刚刚讲到 就是其实非常自然的 因为在台湾市场也是非常的有限 那你有这么练就了 在台湾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之后 当然你就会自然而然的 往大陆这么广大的市场去 去跟他们拼搏啊 那你只要一成功 哇那不得了 那是台湾获利的好多倍 确实是 规模的好多倍 那也是一个很竞争激烈的市场 但至少我们看到说 有这样的业者 他愿意用不一样的方式 尝试打进去这个市场拓展 就是拓展看看 而不是说 我可能真的就是面对 我营收衰退的状况 我可能也想不出新的办法 所以至少有话说这一步 然后努力去试 然后机会就是 有可能会伴随着来这样子 所以您刚刚讲到的 像这个美容业 他其实就是把 过去加盟的形式改成 自己统统指引 控制品牌 控制品质 同时也了解 客户实际的需求 使他们的业绩 反而能够明显的提升了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天下杂志的康玉萍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谢谢